中国派遣两架歼11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对我国挑衅 引发美日高度关切 美方表示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作为是有害的 无法赢得台湾人心 而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则说 台海和平稳定 对区域和世界都极为重要 日本希望双方透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中国歼11战机飞越海峡中线 考验我空放能力 我军紧急出动多架F16战机升空拦截反制 随后美日相继发言 指责中国片面改变现状 美国在台协会AIT发言人孟宇和指出 中国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 无助于区域稳定 并且破坏了数十年来促进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架构 中国应该停止胁迫行为 并且恢复和台湾民选政府的对话 此外美国重申 基于台湾关系法 严重关切所有非和平影响台湾未来的方式 包括抵制和禁运手段 而一向主张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应该有所调整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推文留言 直至中国作为不仅无法赢得台湾民心 反而加强了台湾人民捍卫民主的决心 而美国智库台海军事专家 易斯安则赤裸裸地剖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个穷兵独武的军国主义者 不乐见台海和平稳定 不想维持现状 更期望征服台湾 至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则重申日本的一贯立场 第一时间临近区域伙伴国家 都及时掌握台海局势 并且发表评论 共同关注中国的冒进行为 记者张天兵